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像打游戏一样的一个数值89%的球员跟一个90%的球员之间差别可能不是特别大 但这1%的差别来自于哪呢 往往不是他们身体和这个技术能力 反倒是他心理上的差别 那在世界杯上我觉得斗智斗勇斗法斗到最高层面 往往是大师之间或者说顶级高手之间心理的教育 而心理加量的极端呈现就是点球 为什么说德国人点球水平最高呢 因为他们精神足够强大 他们心理意志非常坚强 这是很普遍的一种解释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查看数据的话 巴西同样也是一个点球非常强大的国家 类似的心理上的优势能够套用到巴西队上去吗 好像不太合适 但是有一些心理特别脆弱的一些球队 这是肯定存在的 在面对点球的时候 意大利人面对点球从来都不自信 英格兰则是一塌糊涂 好像英格兰过去六届大赛被淘汰 有四次是在淘汰赛场中点球被击败的 那意大利也可以击败他 葡萄牙曾经在过去十几年两次在世界杯欧洲杯点球淘汰英格兰 为什么踏上点球点 那曾经的熊师会变成绵羊 为什么在点球这样一种最简单的一种破门得分的方式面前 大家反倒会有各种各种失常的表现 甚至各种打不中目标的这样的失常发挥都会发生 这是无法解释 但是确实可以理解 你可以去想象 你可以去接近那样的心理状态 但是你很难得出一个科学的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如果有解决方案的话 那我相信点球的成功率会高出很多了 观察点球 我相信会使俄罗斯世界杯一出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一种大戏 因为打到淘汰赛 势必会有很多很多点球决战的诞生 点球是观察心理世界杯特别好的一个窗口 那还有好多别的方式 别的选择 我们可以去看看不同的人在世界杯这种巨大的荣耀和压力之下 呈现出怎样的心理状态 每届世界杯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冷门 那冷门的诞生呢 往往是意外 而这种意外的发生很容易被归结为 这个被冷门淘汰的球队心理上的失常 它为什么会心理失常 我们其实对于冷门啊 可以总结出一些相应的一些规律 冷门经常会在这样的几种类型当中发生 一个呢 就是过于自负 自以为已经获胜 已经赢取世界杯的球队 这可以专门提一下2014年的巴西在本土参加世界杯 而且在2013年的联合会杯呢 他们在决策当中还打败了最为强大的西班牙 所以巴西是抱着非常非常自负的心理去参加他们本土的世界杯的 而这种自负在面对德国队的严谨和科学准备面前 又会变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这是冷门的一种心理背景 第二呢 是攻强手弱的球队 攻强手弱 投中脚轻的球队 他们心理上的失衡往往是在自己 强大的进攻力不能转换成进球 反倒被对方偷袭 这个要找一个案例的话 我们可以找一找2010年马拉多纳带的阿根廷 甚至有可能是本届世界杯的阿根廷 这些球队都有可能是冷门的制造的 当然还有联赛过于残酷的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这种球队打入到世界杯之后 往往也会是成为这个冷门的牺牲品 所以你如果去观察冷门的话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世界杯的心态 还有一个案例 如果要说心理现象的话 就是怎么去任命队长 队长重要吗 队长其实挺重要的 在一场比赛当中 带着这个队长的绣环上面写一个Sea Captain 他应该是球队的领袖 他是场上的教练 但是不同的球队 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 他们对于队长的心态是不尽相同的 如果是在西班牙在意大利这样的欧洲的拉丁国家风味当中 会习以为常的去选择效力时间最长的球员 因为他经验最丰富 代表国家队出战最多 而在英格兰 在这样的一些足球传统地区 他们会把队长当作这座绝对的领袖 是有足够权威地位 队长甚至一定以上是一种精神象征的存在 但是在巴西 我们看到现在的巴西主角连蒂托 他则是把这个队长的绣标在很多球员当中去轮换 是不是巴西人认为队长反而会带来轮外的心理压力 以至于要通过很多人来进行分解呢 这个也希望大家在视频当中好好进行观察 不同的球队在参加世界杯的时候 他们在上场的仪式过程当中 你也能看得出各自不同的心态 有的球队像我们曾经见到过的加纳科特迪瓦 这些非洲球队 他是唱着跳着就进入到了球场当中 而有的球队则是以一种非常肃穆专重端庄的方式 进入到赛前的更衣室 心态各不相同 而带来的赛骨也会各不一样 这就是世界杯千奇百怪的 种种心理状态 炎亮和你分享体育世界的奇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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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